人就是世界的主人 人就是自己的意義的主人 這裡是平壤的外文圖書店 這邊有德文、法文、英文的書籍 像我手中的這個就是他們的韓文報紙 官方的報紙 那這一份呢是這個小學的教材 那裡面講的是如何成為一個好的領導人 書店內擺滿關於領導人的各類書籍 包含經劇、名言、故事 沒有小說或是文學名著 電影也是愛國歷史劇 除此之外只剩下旅遊書籍 來到北韓最大才藝機構 少年宮 裡面可容納五千名學生 導覽員帶我們參觀各個才藝教室 每個教室都像是小型表演場 一看到教室門被打開 學生就自動開始演奏樂器 超齡的演奏技巧 完全不是台灣理解的才藝班 導覽員告訴我們 學生上午會去學校上課 下午會來這裡學才藝 我們卻在參觀途中 不斷看到外國遊客 才藝課程早已變成示範表演 來到相當於台灣高中的六九中學 北韓地培告訴我們 這個階段 學生必須學習北韓革命歷史等十二種科目 高中畢業除了考大學之外 男生會選擇當兵 女生則開始出社會工作 北韓會根據學生專長分配工作 學生無法自由選擇 但只要是導覽員 除了專業背景之外 也有外文第二專長 不過 問到跟國家相關問題 回答都曖昧不明 根據聯合國統計 北韓在15歲以上是自律 全球第一 但在引以為傲的教育制度背後 卻是無法自由發展的 黨國思想